雖然從其他地方看 香港是豆腐餘那麼小的地方 但對我們來說 現在是一個非常大的範圍 超過150座樓宇 所以現在比較聚焦的範圍 我們內部評估 大概是涉及1,000個居民左右 太多了 我們是難以可以滿足到 第三個要求 就是時間要壓縮 現在壓縮的時間 是盡量維持在12小時 即是說 由7時開始宣告生效 到第二天7時 就要被市民接受了強制檢測 陰性戴了手帶之後 可以離開 所以是相當清晰的 就好了 你說那個成效 在公共衛生的領域 我都扮專家講過幾次 在公共衛生的領域 不是看到有病 去醫好的病 就叫成功 是防止這個病發生 特別是傳染性的病 所以很多是預防性的工作 希望走在傳播感染之前 所以不能夠單單我們做了一個行動 找出多少個確診個案 來量度那個成效 找不到確診個案 其實都是說明了 這個曾經因為剛才兩個因素 公共衛生 樓宇衛生 令到我們擔心的區域 起碼在第一層這個強制檢測裏面 它相對是安全的 我只能說相對的情況是會變的 好像我們早期去評論一些全民強制檢測 除非將整個香港封鎖 一段長的時間 否則人的流動性令到它仍然會帶來一些風險 不過現在的事實說明 其實各個地方都是用這些聚焦式的強制來檢測 是很難敢大範圍去進行這個檢測的 所以有效性是在這裏 是明顯的 不過當然每一次選擇做哪個的限制檢測區 是科學 亦都是判斷 是不是 因為有時候真的不可能是百分百是科學性 是機械性地知道這個區是最值得做的 所以我不覺得是一個勞民商財 是一個非常值得做 我想特別在這裏回應你說 是不是益了檢測公司 這句說話是說不出的 這次每一間的和我們合約 有一起做合約夥伴 來做這個工作的私營化驗所 是全心全力以服務市民為目的去參與這些行動 據說我們早前合約的單價每一個檢測240元 是遠遠歸不到本的 好